Hello,大家好,我是阿萌,今天是8月多少号,不知道 过得心里糊涂的 哎呀,这个天气特别好,北京嘛,秋高气爽 不像某些南方地区啊,还是炎炎夏日 我希望他们这个暑热之际早点过去 早点,早点用雨水来浇灭山火 早点能来电,好不好 这个是一个美妙的祝福 但多的话也不敢说 也不敢讲,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今天阿萌坐在这之前要讲什么还是不知道 一无所知,但是呢,有一件事情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就我老看朋友朋友说 说阿萌你的视频越来越难理解了 你说了半天,你说的是什么呀 我现在看一遍都看不懂你在说啥了 还有人直接说这个阿萌 就是看了阿萌视频之后这个阅读理解能力 直接就笨S级了,S加 哎呀,就是太费解了 然后我也觉得,我有时候看我自己视频的时候也一言难尽 你知道吗,就是录完了之后说了个啥 说了他妈个啥,就是你到底想说啥 我他妈也不知道呀 哎呀,就是 逻辑很混乱,然后用词呢,也非常谨慎 就是很难,你知道吗 但是这个难吧,难吧 就好像把自己淬炼成了另外一个人一样 然后我觉得我已经变成一个不会好好说话的一个人了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个毛病啊 就是有点击中难返的意思 一时半下可能也治不了救不了 哎呀,所以说呢,你们再忍忍好不好 我觉得给你们添麻烦了,给你们添乱了 给你们的这个阅读理解的难度又增加了壁垒啊 非常抱歉的 所以呢,今天就说点好理解的好懂的 不用担心害怕的 是吧,这个聊点啥呢 还是聊聊我的老本行,聊聊电影吧 给大家推荐几个片 哎呀,我估计可能大家都看过了 我觉得我最近真的是啊 就是我现在连看片我都觉得好累哦 分手的决心,汤维也呢 还看了一个孤儿院首杀 然后我就发现我现在这个理解能力啊 完全就是完蛋了,知道吧 别人可能理解不了我,我也理解不了朴淡玉 我发现看他的电影我看不懂了 哇,那个分手的决心谁看过啊 谁看过之后在底下冒个泡吧 给我讲讲,给阿蒙讲讲到底演了个啥 对,反正那个片子格调是很高 然后拍摄剪辑手版呢,也非常的犀利和凌落啊 但是那个故事吧,不太吸引我 那讲了一个,汤维是一个 是一个这个犯罪嫌疑人啊 但是其实呢,就是怎么说,涉嫌被人吧 然后呢,一个调查他的一个警官,一个警长呢 就跟他一来二去的气候之中呢,就爱上了他 两个人呢,产生了爱情 就一来二去这么一个东西,知道吧 哎呀,就是实话跟你说,我看这个片子的时候啊 就一边还在看别的东西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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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的不太仔细,不太认真 但是最近呢,看了几篇影评关于分手的决心 然后特别是这个片子不是也是干纳的什么最佳 最佳什么,反正也是得了奖的 还是个挺了不起的片子,所以阿蒙准备再补一下这个片子 所以就不重点聊他了 重点聊一下这个一根筋的热血男儿汗 然后好懂的情节干净里巴脆的 然后聊聊这个Top Gun 2 我估计你们两个月前都看过了 对,阿蒙真的是这两天才看 那又怎么地吧,对吧,就是好看嘛 那我觉得阿汤哥真的是,一个60岁的男人 还要演一个从女朋友的卧室里面翻窗而出的 那么一个真的是,但是看完之后毫无违和感 是吧,落地之后还跟那个小姑娘对视一下 哎呀,就是你也知道,就是那对,一来二去 然后那个小姑娘说,你这次你不要跑了,好好对他哦什么的 我的个妈呀 你就是你知道,就这个片子处处洋溢着这个矫情的荷尔蒙 也没有矫情的荷尔嘛 就是那种下一个情节你永远都能猜到 但是看完之后永远还是会觉得那么那么爽的一个片子 首先他的故事件很简单 一个Tom Cruise 一开始的时候先干了一件特别牛逼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克服重力好像已经到10个G还是怎么样 反正就是稀里哗啦 就是渲染这个人的人设很牛逼的 独行侠,然后就是什么什么要命的妖蛾的事他都敢干 当然,这个Top Gun One我没看过嘛,不好意思啊 然后呢,这个就开始接任务了,知道吧 接任务之后你要到这个Top Gun里面当个教练,是吧 你自己这次不亲自飞了,你要教育一堆学员 学员呢要去干一个Mission Impossible的一个任务 嗯,这任务大概是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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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练了好几遍,你知道吧 然后呢,这个Tom Cruise就去了 去了之后呢,就开始游戏环节,游戏环节,游戏环节过了之后呢 中间还有一段是他们在海滩上面啊 就是因为要渲染他们这帮人 就是 Tom Cruise和这帮学员之间的感情递进加深设计了一个就是逆光之下的 西洋下的沙滩上,一帮这个充满着荷尔蒙的人在那里玩那个Volleyball吧 还是玩什么 啊,就是很,就很妙,知道吗 就是哇,这么老套的,这么俗套的剧情 看得我还那么的口水 游戏环节过去之后呢,就开始真的要实战演练了 然后就是出发 这个Tom Cruise呢,就开着这个飞机 开着飞机呢,哎,出现了问题 然后他,他就英雄救美 我说这个美呢,当然不是真的美咯,对不对 是他的基友 他的基友 就是,就是Tom Cruise和他的基友的父亲中间有七七八八 但是呢,这个父亲的儿子呢,就一直怀恨在心 或者说一直有些小误会 但是男人之间的误会嘛,没有什么 不能用这个雪地里面一起打个滚 我救一下你,你救一下我这个东西来好一一化解 然后果然这个剧情的走向嘛,就 最后还剩三十分钟的时候 终于迎来了这个剧情的高潮 哎,终于我们都以为这个Tom Cruise是不是领饭坟了 是不是挂了,哎,没有想到他的好基友回去救他了 救他之后呢,这个Tom Cruise在雪地里面说 就是直接一个,你知道,就如果当时有个墙壁的话 应该是一个壁咚 但是好在,但是在这个原野里面没有墙壁 对吧,直接咔一推就直接倒到雪地上了 我还以为下一个镜头是要两个人一起滚雪地 但是居然没有啊,然后那个人起来说 你怎么,你怎么回来救我啦 那人说,那你不是让我不要多想吗 哇,我多想一分,我他妈就不救你了 我都没多想,我就来救你什么的 我觉得下一秒两个人就应该要吻上了吧 就应该要吻上 哎呀,就是,你知道,阿蒙的这个小脑袋瓜都在想什么 对吧,这两天正好那个,说新加坡 就是男男发生性行为就不触犯法律了 我就觉得,哇塞 就是这一茬又是能怎么cue到的呢 也是奇奇怪怪 Anyway,总之呢,就是这两个人 这儿就是,形成了这个互帮互助的这个 body love的这个小团体之后 就开始进行这个不可思议的反杀之旅了 哈哈哈,然后开了一个老式大飞机 然后在翱翔天际打飞机 对吧,然后剩一个飞机没打过 然后好战友又过来去救他们了 哎呀,就是这么一个俗套都不行不行的一个情节 但是看的让人那么的过瘾,那么的爽 哎呀,怎么说呢,就是 牛,拍的好,拍的高,拍的面好什么 就是,我发现其实电影嘛,就还是要 就是,就还是要有 有一类电影是嫖战欲那种的 分手的决心那样的 就是纯个人像,作者像的那种电影啊 就是分分钟让你觉得困得要死 分分钟让你觉得,哎呀,这个导演好厉害 就是,就是好有他的独特的个人风格啊 就是导演到底想表达什么呀 哎呀,就是好,好行而上啊 好难以琢磨呀,好牛逼呀 好屌,好拽呀,就那个是一种,知道吧 但是那个太过于屌,太过于拽 会让你觉得取高喝拐 就好吧,你屌你的,你拽你的 另外一种电影呢,是像这个 就是,就是Top Gun 2这种的 就纯美食工业,好莱坞流程 但也没有那么好莱坞啦 就是非常的typical 非常的stereotype的那种啊 就是,剧本 非常的,就是怎么起承转合 三幕式,怎么开始燃什么的,写的好 关键是执行的好啊 就都给你实拍,飞机给你实飞 对吧,又是Tom Cruise Tom Cruise,我都不知道他还有什么 驾驭不了的角色 就他还不,我觉得他下一秒再演个 二十郎当的小伙儿也可以 我真的是,这个演,这个演员真的是 不可多得的,啊,对 反正,反正,反正美国男演员里面 我第一喜欢,喜欢,呃,Mad Demon 第二喜欢Tom Cruise 第三喜欢那个Edward Norton 对,就是,嗯,对 啊,我口味是不是还挺独特 还挺奇特的,是不是 对,所以呢,就是,你看就是 阿萌在讲电影的时候都不走脑子 都不过脑子的,就是想哪儿就讲哪儿了 哎呀,也是挺烦的,反正 反正你要看专业的影评,别看我 哈哈哈,别看我 哈哈哈,然后呢,讲完这个 这个独行侠,这个Marverick 之后呢,再讲讲我昨天晚上看的 这个叫什么,孤儿院首杀 嗯,孤儿,孤儿院是一个 小成本的,呃,恐怖片 电影,在大概 我想想得多少年了,至少七八年 以前了,当时那个片子真的是棒 呆了,真的是,啊,就是 好看,好看,好看,然后 首杀,就开始拍这个孤儿院 这个小女孩是怎么 成为她现在的她了 是怎么形成的 前传,哈哈,前传 然后我又,就看了一个花絮 说特别逗 就是,就是,因为这个 孤儿院的这个女主角呢 是一个侏儒,就她其实是一个 成年的一个女人 但是她在里面呢,是一个 像,就化妆成小女孩的样子 对吧,但是这么多年之后呢 她其实也长高了,是吧 然后呢,她的就是 同样的这个 剧情佩达里面呢 就是,她怎么还能再还原出来 她还像小女孩那样 是矮矮的一个状态 这个答案就揭晓了 就是给其他的演员穿上这个松高鞋 就内增高都这么高,是吧 就是,因为你不可能再把这个 成长起来的人变得更加矮 但是你可以把别人变高啊 然后就拍了这么一部片呢 啊,整个这个片子吧 阿萌也是推荐的 不行,还是得说一下这个剧情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在一个疯人院里面 关着这么一个危险恐怖分子 这危险恐怖分子呢 就是这个小女孩 其实不是个小女孩,是吧 只是长得矮而已 看起来可可爱的 焦处动人 然后呢,就是,怎么说呢 非常的厉害 收起刀落的 一连干掉好几个 就越越狱了 不是越狱了 飞越疯人院了 飞越疯人院之后 他就冒充了另外一个 masing person 就是一个走失女孩的一个身份 潜入到了这个走失女孩的家 就开始新生活了 或者说他可能想在这里再偷点什么 再捞一票 开始亡命之旅什么的啊 但没想到他就在这家被绊住了 被stark了 怎么被stark住呢 因为这家男主人 是一个画画的一个画家 就很牛逼的那种画家 知道吧 就是,而且这个女孩呢 她也有绘画天赋 一来二去 她爱上了这个男主人 但是呢 她是作为这家的女儿 潜入到这家的啊 这个是stark被陷入的一个点 是她不能离去 第二个点呢 就是说 就是这家的女主人也不是个省油灯 这样吧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片子的有趣的地儿 就是她设置了一个双女主的一个状态啊 双女主人公 嗯 就是就是一个强大的队 就是一个一个牛逼的心狼手辣的一个女人 怎么能显示她的牛逼 就必须得给她设计一个能跟她匹敌的一个更强大的一个对手 嗯 所以说她俩是怎么一来二去斗法的呢 你们可以看一下整个这个剧情 哎呀 我觉得像我这种讲电影的 我觉得是不是都得被这个行当所淘汰呀 哈哈 这一个番茄砸过来 这不讲的神马呀 真的是气死个人 就反正总之呢就是看恐怖片这种事情吧 就是不用走脑子 然后血浆片 然后杀的爽 就完了 知道吧 这边又沾着官员这个IP 怎么拍也拍不坏 反正我好久没没有看那种就是恐怖片了 美式恐怖片 偶尔看一个我觉得还行 一来二去就是一百分钟过的还挺快 打发个时间是可以的 好吧 所以说呢就是跟大家推荐三部影片 第一部分手的决心没看懂 第二部 Toff Gun 估计你们都看过 第三部呢就是这个孤儿院 前传好吧 这三部影片希望大家看看了之后 在评论区里面一一讨论 然后不要再怪阿蒙说话说一半 说话说不明白 听不懂 是吧 慢慢的就知道了 熟悉阿蒙打开方式的人 自然知道怎么打开我 好吧 今天就这样了 拜拜